就都 mahdoll不能來歡迎 一段永遠我們夢會亂叫 沒有 有啦 唱好 開心嗓高唱台語歌 民進黨立委蘇喬惠 一度望詞 靠好姐妹提示 但這閨蜜原來在地銀 她只是沒插出 妳幹嘛選這個 一看就要輸的地方 她只是她沒有講得這麼白而已 好嗎 為什麼要選高雄 妳這樣選高雄 我就不可以幫妳站台了 我選現在選地方 妳都不會來幫我站台小姐 為了年改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七天的 巧燈夜站 本檔資深我也沒有看到說 偷偷塞幾個東西 在你的桌腳下面說 先生姐 剛剛有一些別人的 我都送給你 超越藍綠的好交情 得來不易 蘇巧慧和好友柯志恩 連鬥嘴都很有戲 媽媽金還聊不停 兩人從職場進河找到默契 前兩個去簽到了 七點完就看到鼻子 然後最驚訝的就是 我們所提出來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所關係的議題 其實都非常的雷通 為什麼很怕在他後面 就是因為他講完了以後 那我還講什麼 因為稿子幾乎都一樣 從2016年 共同進入教育委員會 理念一致而變成好友 只是檯面上專制攻防 還是得分出輸贏 信來台灣 我們該是要信哪個的愛啊 蔡佩霞的出現 我是覺得蠻符合所謂 郭台銘放出來的三個條件 你們到底有沒有樂見 我們當然不管 不管是幾組人 我們都會認真繼續選下去 即便二零二次藍綠 從立委到總統都得比拚 但兩人也證明 甩開政黨包袱 也能有跨越黨派的姐妹情 三立新聞黃雲帆 魏文軒 台報道